大家好,我是卓老师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 这个方法基本上可以疏通到我们五脏六腑的经络 下面向大家分享源自道家的巴虚拍打养生法 大家跟我列齐一下 一,拍两轴 拍打可以用实心脚,也可以用空心脚 脚窝部分实际藏着两个穴位 一个是肺筋的齿折 一个是心包心的曲折 齿折,曲折具有清暄废气,卸火炸力的作用 我们力度适中的拍打 左右每次拍打三到五分钟 力度轻重根据自己感受就可以了 内热的人在拍打后有可能出现虾点 那是清除体内浊气的表现 不用担心 第二,抄打两页 肝有鞋聚于两页 使心筋受损 平时所说的气急功心 实际就是肝火滞留于两页 组织了心筋气血运行 抄打两页 可以预防人发怒后 气质血云 我们液窝 上有个穴位叫极全穴 那么我们在抄打的时候 可以令人快速平静下来 不会那么容易 急火攻心了 三,拍打两臂 两臂就是大腿根腹骨钩的位置 大腿根部腹骨钩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臂摸 我们可以用小脚来拍打 力度是中的拍打 拍打两臂不仅能够加速气血运行 还能健脾胃 调理血脉不畅 导致的血鱼弹湿 力度是中 双脚稍微打开一点 四,拍打两锅 两锅就是膝盖后窝 肾扭鞋流于两锅 我们拍打锅窝 不但能调理改善腰背痛 以及坐骨神经痛的问题 同时还可以起到压肾的作用 我们这样拍打 好,以上这四个动作 每个动作 每天坚持拍打 三到五分钟 如果每天坚持这样一套拍下来 持之以恒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早晨或晚上做一套 腰腿脾胃都会得到很好的养生 我们身体内在环境好了 就可以预防很多问题 好,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